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漂亮的女官就是德灵公主 她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名学 有着一定的见识与阅历 担任慈禧身边的女官难免大抬小用 这张是晚兴上海青楼花魁的每一位照 从照片上有陆金宝、金小宝、陆兰粉、张书宇等人 居中而坐的那个应该是陆金宝 他们的容貌颇为清秀 只是装扮不符合如今的审美观 这张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如母皇娇史 她非常的疼爱小皇帝溥仪 容貌还是比较周正的 比清后宫大多数宫女美多了 正如溥仪曾经在书中写道 宫中唯一能阻止我做举行为的 是我的如母皇娇史 这张是晚清六位小小妇人 容貌清秀 只是三寸金莲看着都疼 却是那个时代美丽的象征 这 是站不稳的 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质故 三寸金莲最早是御宋 人们把火锅的叫称为莲 大于四寸的为铁莲 四寸的为银莲 三寸的便为金莲 这张是东烟台的一座教堂里内设置的御英堂 专门抚养背异器和流浪的孤儿 跟如今的幼儿园大同小异 拍摄于二十世纪初 这张是袁世凯家中女娟的同矿照 据远镜雪袁世凯的三女儿回忆 这老照片是父亲袁世凯复必称帝时拍的 因此有些女娟都开始穿定制的皇女服 由于时间仓促 娘娘服 公主服都没有定制好 此图里面八个统一皇女服的是袁世凯女儿 个个颜值很高 气质出众 1950年8月7日 才参加完奖介石的国民政府会议之后 到格拉斯迈克阿瑟将军 亲吻戴着白手套的宋美玲 从老照片可以看出宋美玲惊喜万分 这画面极为经典 林辉英 1904年出生于福建免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 是新派人物 图上是林辉英三岁时在杭州的刘远 小时候的民国家人也是非常可爱的 肉嘟嘟的脸颊 小模样十分的呆萌 拍摄于1907年 著 新闻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但全归属作者 这个原创文章